6岁宝宝口臭怎么调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殷利平 西电集团医院 儿科副主人医师 儿童口臭一般是建议三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 孩子可能平时不注意口腔的一个卫生 他可能不认真刷牙 再一个他吃了东西 不漱口 导致一个口腔的一个轻微的细菌感染 那么这种孩子 我们建议他按时刷牙 然后吃了东西以后 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漱口 我们可以给他用清水 或者是生理盐水给他漱口 那么还有一些原因呢 就是我们孩子吃饭 饮食吃饭的过于饱 导致的一个消化不良 那么消化食物在胃里头出现的一些表现 导致的一个消化不良 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个口臭 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恶心 呕吐甚至腹泻腹痛的一些表现 那么我们在治疗上给他用一些消化煤的药物 像微蛋白煤 减微消失口服液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疾病期 比如说这个孩子因为一些其他的疾病 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炎之类的一个疾病 那么这种疾病就可以引起孩子的一个消化过程减弱 出现一个口臭的表现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用了药物以后 这个药物引起来的一个微肠道的消化不良的表现 出现一个口臭的这种症状 那么针对这种治疗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治疗原发病 我们治疗原发病好了以后呢 它消化功能恢复了 口臭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感谢观看